疫情焦点首先来聚焦 嘉义31号新增的一例确诊 是30号工厂群聚事件没有暗号的个案 而且发布发现了还有北部的旅游史 陈时中还说群聚案并未扩大 嘉义县在下午的记者会 则是公布确诊者的足迹 透过县市的合作 目前匡列四名接触者 希望可以早日控制疫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增加 总共是阳性的 有实力 嘉义31号在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他是30号工厂群聚案 同职场工作者中 暂时没有暗号的个案 他本来就昨天跟大家报告 在昨天 最后已经验出是阳性 他第一次验的时候是阴性 那也验了抗体 那是阳性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就验出来 又PCR又转阳 那今天把暗号放进来 所以这情形还没有扩大 而嘉义县也在下午的记者会上 公布确诊者足迹 他在7月中旬以前 大概都记住在台北万华 那后来回台中以后 再到嘉义 那水上来做工作 他在7月21号曾到过机车行 以及便利超商 7月23号则是到过咖啡店 7月28号除了咖啡店便利超商外 还到过快炒店以及购物中心 所有购物的部分 都是在外贷的一个方式 而确诊者造访过的地点 也在31号进行大清销 嘉义县市通力合作 目前已经匡列四位密切接触者 希望能及早把这波疫情控制住 这嘉义综合报道